那一天噴的不是很強 大家用背部去擺它 沒有人受傷 但是水炮如果它調整到比較強 据說就是最強的水炮 我們不知道我們國家用的這個形式 它的最大的強度是怎麼樣 但是在國外的經驗 當它調到最強的時候 一根水柱可以沖倒十輪大考車 十輪大考車 幾噸真實幾噸的車 它可以推得動 如果這個重量打在你的腦袋上 打在你的臉上會怎麼樣 我昨天在臉書上看到一個真實的畫面 在那個哪一個國家 外國 有一個人他被水柱直接沖到他的眼睛 結果怎麼樣 他的眼兩個眼珠爆出來 兩個眼珠爆出來 痴迷了 這邊滿臉都是血 所以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我們第一個就是說 警方真的不應該用水炮 國際特色組織已經馬上發出緊急聲明 要求警方不可以用這種痴迷的武器對抗 尤其是對抗沒有暴力的群眾 我們也看到有證報警察指揮官出來 在臉書上說對不對 警察在SOP 在我們沒有丟汽油彈 沒有去打警察 沒有去破壞什麼東西的時候 他們不能用水炮 瞭解嗎 水炮是最後一道防線 甚至於比吹雷瓦斯還可怕 那碰到水炮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知道他的強度 我們現在做最快的打算 我們要怎麼辦 五個字 好 五個字 大家也可以現場演練一下 這五個字叫做轉趴夾爆等 這我自己發明了 轉趴夾爆等 轉B 假設我是水車 我的噴水方向是這樣 那請你先轉180度 現在大家都是面對我嗎 現在先請大家轉180度 180度 站起來如果你要演練的話 請你站起來轉180度 這個不會離開你的位置 這個不會離開你的位置 所以 放心 站起來轉180度 背對水套 然後背對水套 第二個動作是趴 請你往前趴下 自己斟酌 自己斟酌 怎麼不合適 往前趴下 趴下的原則是 全身的沒有一個點離開地面 全身無體頭地貼緊地面 第三夾 夾哪裡 大腿 夾哪裡 雙腳 夾你的兩隻腿 把你的最敏感部位 像這邊一樣 把你的兩隻腿 包括你的屁股夾緊 絕對不要讓水柱衝到你的兩腿之間 這可能比 點珠 你